有高跟鞋 在這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蛤? 我真的有來齁,這邊真的是超級難走的 這個整個過程不輸臥龍洞 這真的在山上的一個小雨 今天是堪錦的行程,放一段距離,射給我 哇,紅色內褲 高跟鞋看到了嗎? 這個高跟鞋,在這 沉濕的地點在這裡 還有,我剛才發現 這邊還有一堆高跟鞋 你看現在高跟鞋都高 哇,真的很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 它上面的衣服是男生的那種外套 這邊是發現白骨的地方 然後外面的神像基本上已經被清空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這種地方我比較不管亂翻 是因為 趴長蛇 等一下 我們出去 我回去的時候再拍 沿路有多抖 因為我沒有帶穩定器 所以會很晃很晃很晃 因為它這個鞋度 說真的不輸我能動 我今天來的時候 整個起霧啊 我今天過來的時候是起霧 現在霧比較小了 剛剛霧非常大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蛤? 蛤?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蛤? 蛤? 我想請問你 為什麼那麼多高跟鞋在這裡啊? 在拉小啊 賣妹 我想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沒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 你忘記你叫什麼名字的是嗎? 太久了 太久了 請問一下 有鬼嗎? 有沒有鬼 你說什麼 這球是你碰的嗎? 這球是你碰的嗎? 有 可打我 可以讓我知道你叫什麼名字嗎? 你是自殺死的嗎? 還是暴斃身亡? 這球也叫什麼名字 充電 不然是你碰的嗎? 有鬼 有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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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停下來,不要再亮了 用講話的回答我 好,謝謝 你是暴斃身亡的嗎? 是嗎? 還是自殺啊? 是嗎? 為什麼不一樣呢? 兩顆,兩顆,兩顆 你說你是怎樣? 什麼肝屎? 我聽到肝屎 你是人死的是嗎? 我想請問你 為什麼桌上會有那麼多身份證件 都是不同女生的 你是去偷來的還是撿來的? 撿的 撿的 那你可以回答我 你是男生還是女生嗎? 可以讓我知道你是男生還是女生嗎? 你住這種地方為什麼會買那麼多高跟鞋 這種地方沒辦法撐高跟鞋走路啊 你為什麼要買那麼多高跟鞋 他不會打我 回答我 來 給你們看一下 外觀 這個晚上不知道有沒有辦法進得來 因為這裡好像很快起霧 現在這邊都是 起霧的狀態 而且我進來 我們這邊 很濕 很滑 因為我要回程 我要讓你知道 我要讓你們知道 媽媽到底有多抖 哇哇哇 蝴蝶 這邊真的就是在深山裡面的 心暗小木屋 這裡就是古道啊 古人在走的路 所以地板上 都還有小路 我們現在是回程的狀態 非常陡 希望我的鏡頭可以拍出來 它到底有多陡 啊我現在沒有 因為我沒有用穩定器的關係 所以 畫面會比較荒一點 靠北啊 稍等一下 來 這沒有虎爛喔 真的在深山裡面了 對啊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那個 左邊就是山 這一個斜坡啊 你們白來這裡還要抓五層 給我們看 我現在就是回程 這個晚上來 不知道會不會迷路 上次我 我去渥龍東是因為有人先噴漆噴好了 然後野外不能弄噴漆 所以我也不敢噴漆做雞 這都是登山人在做的雞 這高低落差有多高 這進來真的不好走 地上全部都濕的 這應該是長年都是這麼濕的我覺得 因為今天 大太陽 這邊還起大霧 然後 山泉水啊 然後剛剛那裡的故事 其實就是 發現了一個無名的屍體 是 這個故事是真實的 這是 愛好登山的朋友跟我講的 那 當初發現的時候是一具白骨 然後呢 穿個女裝 腳上穿著高跟鞋 據說 據說 聽說的吼 我是聽說的 那個DNA驗出來 疑似男生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真實性為何 這個就當參考 有沒有看到路 沒有路了吧 對 這就是我們要回去的路 麥華儀 人潮很高 而且我們剛 而且我剛走進來的時候 發現到有 野生動物的足跡 我有拍照拍下來 兩個題 踩到土裡面 然後塞進去 那個 土線的蠻深的 代表 這隻動物 他是有點重量的 也有可能是山豬 也有可能是黑熊 也有可能是老虎 那你希望看得出來現在是起霧的狀態 這個地方會有野生動物其實 一點都不奇怪 好 現在的路都算非常好走 非常非常好走 好 等一下就是艱難的開始 然後因為 我是來看警 我也沒有帶穩定器 就帶了幾個 幾個機器來做測試 好 所以我就是 徒手拿著拍 會晃的話 要見量一下 那剛剛EV 剛剛不管是EVP 還是 還是音樂盒那些儀器 有點神奇 我一關機就開始降 不關機 他就 開始錄影的時候 就沒反應 應該是這裡 對 往上坡 就這麽斜 就這麽斜 這裏還算不斜了 應該是拍不太出來 我們現在是慢慢的往上了 回程這段路 非常非常難走 這邊 晚上叫我帶人來 我會很擔心他的安全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斜坡 不是正常的路 好不好 這裏 完全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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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當我在教你們步 你有看到前面黃色的標籤 有多高 就代表 這裏有多寫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經過那裏 蛤 看到嗎 很高 現在走的就是這種路 喔 這裏又在卡二 這裏晚上是真的還蠻危險的 在西洋 蛤 好 我們到了 這裏 這裏也會很順利 繼續啦 來,讓你們看到黃色的線 這是白天視線好的時候還可以這樣走 你們有沒有聽到一些 野生動物在打架的聲音 你們沒什麼 有話不要說話啊 你們就 聽我的喘息聲就好了 啊 喔 塞 白 等一下我們一定會經過那棵樹 這棵樹有高度啊 自己比對一下 沿路就是這種路 真的是 啼銷啊 這是什麼動物的聲音 猴子 猴子喔 猴子在這裡打架 這古人真的是很辛苦 要走這種路 唉 我們到這棵樹了 一直噴水一直噴水啊 來 目標讓棵樹 繼續 繼續 哇 這裡是最斜的地方 雨下來了 水下來了 這裡他媽的 跟亞馬遜差不多了 外景 沒有辦法去亞馬遜 我們就到 台灣的山 來 上面那棵樹 那棵樹 我平地是這邊你看多寫 這不是在看你開玩笑耶 你看看 45度耶 有喔 你現在好像老人 要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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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 沒背沒什麼去 來 黃色的地方 一樣 然後這裡訊號 是不好的 可是這個影片 如果秋香看到一定 就不會讓我來了 這晚上 要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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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你蹲下來 不用蹲 這球我就知道 這球 來 我現在的手是整個往上 你看看我手的角度 要看看樹 哦 哦 這是咧 你娘在馬路啊 哦 這要洗你哦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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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會很晃哦 因為他媽的真的很難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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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七十度 差不多七度 七到七十度 哇 來來來 來 你 那可以先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 啊 現在是平地 我現在放在地上 啊 這麼寫啊 大概是這麼寫 七十度左右 照正面 你看樹 前面最上面寫的那根樹幹多高 就知道 就知道這邊大概有多寫 我現在 我現在 越來越佩服登山 登山 愛好登山的人心 我現在終於知道齁 登山為什麼要拿登山帳 因為沒有這個帳真的沒辦法走 沒辦法平衡 我現在是有拿手機的重 只拿手機 腰走 正拿機器 會有點硬 所以我剛下去的時候 現在山群是最危險的 啊 這邊寫的樹到了 因為很寫 非常 非常非常寫 下坡 下坡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很難拍得出來 它多寫 在現場看 才比較震撼 這幾公車啊 幹 我非常後悔 預告的要來 要來行戰小屋 拍給你們看 啊 怎麼 生不見底 上一想 你看 不要 以為我現在拍石頭 它就是那麼 就是那麼斜 打這坑 打這坑 好 好 好 去看看 這個 一摔下去就直接到山底了 山谷 直接滾到剛剛那間木屋去了 對 要來拍石頭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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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邊嗎?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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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你麻痺 啊 我平安了 應該是到路口了吧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 有80度嗎 很喘 很喘 這個 沒有爬山經驗的 會喘死 欸對啊 這車還不夠 好 應該是 最累的那段路應該過了 七車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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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車 不知道為什麼會停在這裡 還 還有車牌 它裡面 有一台汽車 爆肥的汽車 沒有車牌 看到 好 我們要穿過這邊草叢 我們探險容易嗎 好,我們任務結束 好,先這樣,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